无聊寂寞想要开心 点亮我的心情 打开夜闹和随身听 享受能消失的活力 小火冰和小鼓都在这里陪你 你的地址随时带兵 假如我们等你一起 青春爱笑前听见属于青春的声音 来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这节班会课要讨论的最终的中心得幕 孝顺 各位同学有什么意见吗 选我 选我 我觉得孝顺就是父母笑我的顺啊 他们都帮我写功课长知识哟 老师 我认为萧同学的意见非常不可取 俗话说 父母在不远游 身体发肤 秀之父母 萧同学 你这样的行为 就是让我们全班蒙羞耶 萧萧萧脸 你自己也不是要爸妈上片的大妈还敢说 老师 你说说看啊 大家安静 老师 看到这班的情景是太痛心了 一定是老师没有教好你们 才会有你们这么令心寒的学生啊 老师 我代表全班同学向你道歉 我相信现在同学就让自己错了 我哪有错啊 我只是在青春抬杠啊 来到了我们的青春抬杠 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爱消遣 要带给大家什么东西呢 就是 也兼许我们上上上次的 对 某一次啦 的话题 就是如果大家还记得 就是我们讨论很多公主王子 幸福快乐的日子 对 就是迪士尼的主题 对 上次是上集 接下来一个终极 对 这一句我们会有下集的意思吗 不知道 对 如果没有话题来的时候 可能又到下集了吧 对 想不忠实的把这个我们的瓶颈 告诉了听众朋友 好啦 反正就是给迪士尼的终极这样子 如果大家喜欢迪士尼的话 一定会对我们这个迪士尼的系列很期待吧 迪士尼究竟还有什么 令人感到很惊奇的作品 惊奇吗 对 可能是 amazing 或是shocking哦 可能两者间距哦 好 我们上次讨论到的是 狐狸与猎狗嘛 讨论完了 好 这次我们就从1985年7月24号 什么东西啊 的作品 黑神国传奇 对 对25号作品来讨论奇 叫做是 黑神国传奇 你到底在讲什么啊 The Black Cauldron 他这个就是在讲说 反正那女出家长得很像 像睡美人 对 超像的 也一样吧 对 发色也一样 都一样 应该画家了 对啦 他说画不出来新的人了 还是在打续集 续集 睡美人前传有没有 有可能他爸爸妈妈发迹的故事 那是睡美人他妈 对 他妈的睡美人 好 他说他是怎么样呢 那是迪星尼动画第一次用电脑来辅助拍摄特效 哇 就是有一些科技的进展 毕竟已经到了1985吗 对 他说他就是一个叫Taren的少年 对 为了维护和平和魔王对抗 独指 独指这个魔王用黑神锅的魔力 为害使人 黑神锅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锅啊 这个锅 所以就是 天的国王的名字也好蠢哦 魔王叫什么啊 The Horned King 对 有角的国王 十分了不起 好啦 大家可以找找看 但非常过传奇 好 好不好看 再跟我们说 嗯哼 好 下一个应该是比较红一点啦 哦 妙 哦 可是我不太 我对这个印象不太深耶 其实我也好像没有看过 对 这个叫什么呢 妙妙探 The Great Mouth Detective 对 就是由老鼠担任 对 夏洛克福尔摩斯 他的公寓底下的一只老鼠 叫做 Basio 对 他和他的好朋友叫 Mr. 不是Watson哦 是Dawson 对 为了找出这个失踪的玩具匠 对 就揭发了大坏蛋的阴谋 解救了这个老鼠王国 反正就是老鼠版的 福尔摩斯 对 对 所以就是他自己也想不出来 有什么主题了 有些老鼠画的也不这么可爱 有点丑这样子 他是不是有一系列的卡通剧集啊 好像有 好像有耶 就把它拍成就是 就是series那样子的吧 对对 对 好 就很多啊 就后来迪士尼很多卡通都把它 泰山 都会拍什么史蒂奇 我就觉得 我就很受不了 你说电影好好拍就算了嘛 不要因为 因为要画一些烂的 对啊 好啦 好啦 不要多讲他了 没错 下一个很有趣的哦 这就是 威探闯通关 他很多探员 读写的东西耶 这是真人动画咯 Roger Rabbit Who framed Roger Rabbit 就是又有人跟动画一起耶 他说历年来的有名明星都客串哦 谁谁谁 包括小飞像药 花生米吃 樊老鸭和达飞亚互相较量 兔宝宝和幻想曲的明星们走在大街上 好可怕哦 还有小木偶 七海人 大野狼 参知小猪 还有小陆凡迪 惊悚耶 这部引起我想看他的兴趣了 哇 是一个大 等一下等一下 重点重点在这 还有得奥斯卡 我们来看看他得奥斯卡什么东西 嗯 他得了奥斯卡最佳剪辑奖 最佳视觉效果奖 最佳音效编辑奖 特殊成就奖 最佳摄影提名 最佳音响提名 最佳艺术指导提名 哇哦 所以在 为什么这个片可以得这么多 在当年可能是轰动 可能当年把他阿凡达吧我想 对 开启了一个特效的心领域 所以多年后阿凡达被就是后人来看 也是这么可笑吗 对 有可能 因为我现在就觉得蛮可笑的 好 真的耶 还在那边3D3D 这边到那个时候就 就已经4D了吗 没有没有 就是那个观众可以直接跳进去 跟那个角色对话 对耶 哇好精彩哦 我一枕期待这样子 是 好 这部叫做微探场通关 希望我可以订得到DVD 你真的想看吗 好 下一部叫做是 哦不是哦 是奥利华 奥利华历险记 他是以猫为主角的电影哦 他是改变成 某柱类的哦 对 他改变成那个 Charles Dickinson的 某柱类 所以会有很多资本主义的批判吗 哇 好深哦 猫在批评资本主义嘛 好了 他说 放到出三吐空间的场景 这看有没有得奖快 继续更进一步咯 哎呀 没有得奖哦 没有得奖哦 好可惜哦 好 那就是 蛮特别的一部 改编自 孤楚类的 迪根斯名著 奥利华 历险记 Oliver and Company 好 下一部终于要到 耶 终于比较 大家熟悉的了 对 1989年 发行的 小美人鱼 Little Mermaid 好 Little Mermaid的故事 大家相信应该都说 都不能再熟了 对啊 其实我还蛮喜欢 它改编的吧 因为毕竟 原著是一个 很悲伤的故事 所以它是快 Happy Ending哦 你说原著吗 这个啊 这个是Happy Ending 你没看过 我忘记了 是啊 是Happy Ending 哦是哦 是很Happy的 而且还要拍三集 谢谢 对 第一部就悲剧结束 就无法 拍后面了 就很惊悚啊 二十三集真的有够可怕的 你知道吗 怎么样的可怕吧 第二集我忘了 在讲什么 第三集非常恐怖 第三集就是她生了女儿了 然后她女儿 要跟她爸一样是黑发 哦 然后她女儿 她明明她妈 很向往陆地上的生活 对不对 嗯 她第三集就搞了一个 她女儿很向往海洋的生活 就重返海洋 就这样 就这样 她配名好像就这个 好纯 就要棒啊 所以我觉得迪士尼的 那些 迪士尼的续集很容易烂掉 拜托你们就好好保持 美好形象可以吗 对 就第一集拍的 真的很不错耶 对啊 我很喜欢她里面的歌 第一集真的是 第二个黄金时代的开端哦 没错 因为她的歌真的非常好听 代表作 她生什么呢 就是小美人鱼的故事 大家不用太讲了吧 就是小美人鱼 她想要到陆地上 她爱上了一个 王子 然后呢 她想要跟一个 可怕的黑 那个女士叫什么啊 他不是 额瑟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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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瑟拉很丰满 对啊 很丰满 她有这个乳沟 她有室夜线 好 然后呢 她就是跟她交换一些 她就用她的声音交换上 对 她的声音很甜美 嗯 就跟小布一样吗 哎 好啦 往自己脸上贴金的 对 好啦 好吧 她就交换了以后 所以她上来以后 就不能说话 对 然后那个王子 就一直以为她是哑巴 哑巴 哑巴 所以其实她以为她是哑巴 可是更容易 博取同情 对啊 不是这样子吗 结果好像不是耶 所以王子到底是因为怎样暗送她的啊 就是王子其实 哦 她应该说有一次他们的船 王子的船 落难 嗯 就是她 就是船就是翻覆了 然后就 就跌进海里 然后其实是那个女的 小美人一救了她 嗯 对 她救了她以后 她把她带上暗 然后她其实 那那个 你说那个王子就好像有点 就不知道 不清楚是谁意识不清 但是好像她有听到她的声音 哦 就她有跟她讲 她有听到她的声音 所以她只 认得她的声音 这样子 哦 然后后来那个 救了她以后 那个小美人就回去 就招生目想啊 嗯 对 然后就去跟巫婆 交换 所以她就上岸了 嗯 然后上岸以后 因为她不能讲话 嗯 所以她就只能 就是 一手话讲 然后那个王子就看到一个 可爱的小女孩 在那边 把她带回家了 这样子 没问题 就觉得她很可怜 又拐女童 就觉得她很可怜 然后就 把她带去城堡这样 嗯 因为她觉得她需要救助 好 她是基于善心嘛 嗯 结果最后呢 那个巫婆觉得 她好像快要得到那个 反正她跟她打赌的是什么 哦 她说她 她会还给她的声音 然后也给她推 只要那个王子爱上她 是不是 哎呦 而是说啦 这么有人性哦 所以她有使劲 知道她看到她们相处不错 然后她就 自己化身成一个那个 妖艳女人 然后就上岸勾引 哎呦 神经纪 对 就上岸勾引王子啦 哇 然后我只好像就被她下鼓了 哦 因为她用了那个 那个小美人的声音嘛 嗯 她不是有她的声音吗 她就装在一个什么海拨里面 然后就 放出很多奇怪的音波 然后王子也被 就是迷露了这样 然后还要跟她结婚 哦 然后小美人就很伤心欲绝这样 真的假的 儿子拉好过分哦 就这样啊 儿子拉应该 这样是 迪士尼坏女人里面 很经典的一个人物吧 还蛮经典的啊 也很拔爪 就是小美人鱼哦 小美人鱼 但很红 这歌也很红啊 都很红啊 看什么呢 那个塞巴斯丁哦 对啊 哦 还有 西班牙斯丁 还有什么part part of your Kiss the girl 我最喜欢Kiss the girl那些 对 超好听的 很多好听的歌 对 这样子 然后呢 诶 等一下 Kiss the girl 等一下 我正要讲Kiss the girl 得了奥斯卡最佳歌曲提名 蛤 只是提名 最佳歌曲得到的是Under the Sea C啦 他很笑 我很讨厌Under the Sea那一首诶 Under 为什么不是Kiss the girl得名啊 平时有问题耶 你现在抗议他们也没用啦 可以死啦 多久以前是了 好火道哦 你看还有得那个最佳援助配乐奖 反正是音乐类型的奖项 他真的音乐真的很不错 真的 好 所以大家有空可以买个原生带来听听看 对 小美人鱼还出了二三集 对 这就不多题了呢 好 对 小美人鱼 Little Mermaid Ariel 对不对 艾瑞儿 好 接下来下一部叫做是 唐老鸭俱乐部之 失落的神灯 这是什么呢 他好像是想走就是唐老鸭的法规旗兵 唐老鸭版的法规旗兵呢 你看 真的耶 好像哦 好像哦 他抄那个Indiana Jones的 The Tales movie 好 反正是唐老鸭系列的东西 下一部叫 旧难小英雄的澳洲历险记 之前有 有介绍过旧难小英雄了 对 然后这次他到了澳洲 对 到了澳洲 他说他比第一集多了一些环保的概念 哇 对啊 他说本片中并没有歌曲耶 而前一片 就小美人鱼大家都知道很红嘛 不过呢配音乐很动听哦 OK 好 所以这就是第二部的 旧难小英雄的澳洲历险记 好 再来又是一个 他们在每个期间就要推出一个高峰的电影 然后现在就是电档用的 对 我也会觉得耶 好可怜哦 这很过分耶 对啊 好 下一部真的是就是经典中的经典了 这都是 Beauty and the Beast 那什么啊 听众是不是一头雾水 听不懂 好 他是 美女与野兽 对 对 我们的贝尔跟这个野兽叫什么名字啊 他从来都没有名字 什么名字耶 好可怜哦 对啊 好 它是改编自一个古老的法国神话哦 是 是法国 哦对啊 他们有啊 不是第一句就开始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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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这个贝尔嘛 好酷哦 我这一部我觉得 我很喜欢这一部 嗯 它还算是蛮 就是 你说华丽缤分也有啊 然后一些 就是爱情部分也有啊 然后还在时尔穿插一些法文啊 你们记得一点 质感提升 对对对对 大提升这样 对 个人很喜欢啊 嗯 哦对那个 锅碗瓢盆啊 哦 Be my guest 锅碗瓢盆也是里面非常非常强 对啊 那个蜡烛啊 强性的配角 蜡烛就跟小美人鱼的那个 Sepace选是一样的角色 对 一样的地位 对 它们都很相当 没错 好 你看还没有得奖 得奖 哇 这可多的呢 嗯 还有得了 奥斯卡最佳援助配乐奖 还有最佳歌曲 Beauty and the Beast 哦那首真的蛮好听的 对 Seline Dion唱的 哦真的哦 对啊 哦难怪那么好听 好 还有最佳影片 哦真是只提名了 还有影片的提名耶 然后最佳歌曲的提名 歌曲有bell号 Be our guest 都不错 好 这就是美女与野兽 算是一个 这部戏之后呢 然后大家就是戏称 就是美女和野兽 然后在一起的情形 都叫做就是什么呢 就叫做Beauty and the Beast 对跟美女与丑男的组合 但是这个丑男都最后 还是变成了 变帅哥啊 对啊 还蛮帅的啊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 它没有教育的意味啊 有啊 它的意思说 你要挨到后来 就是它才会变帅哥 不用忍受它之前的 该教育的不是 但是它可能说它之前的丑陋 它就拿一天 就会变帅哥 它就给所有的女性朋友 一个Fall Hope 哦 所以就是 所以这样子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都知道丑男是 等到挨到多久 他都不会变帅哥的啊 可以等到存够前以后 就来去整齐啊 是不是 对 所以就是 如果他 没有变成王子的话 就不信 它会卖座吗 应该 很多小女生会哭吧 对啊 可是它的重点就是 它重点是要 它还没有变回人之前 那个Bell要说 爱他 它才会讲 哦 哦 它的那个玫瑰花瓣 最后一个 最后一片落下之前要说 所以变帅是一个奖励 对 是奖励它爱上 真正丑陋的男子 所以 所以丑男就无法 给你自己的女朋友奖励 嗯 可以这么说吧 哦 迪士尼真是很过分 哈哈 我们需要谴责她 好啦 这部还是蛮好看的 叫做是美女与野兽 之后又拍了 二三集 太可怕了 好恐怖的东西 对 我就不再提了 下一部 哎 下一部又是经典 他们这一次还不错啊 他们1991年跟1992年 就是我们两个出生的 前后 都有高峰呢 高峰 这部 高峰的作 阿拉丁 阿拉丁 好 阿拉丁就是 怎么样呢 一个 大家耳熟内向的故事吧 对 天放夜谈嘛 阿拉丁得到了什么东西 神灯 就有精灵 蓝色的精灵 飞出来 三个愿望 他选哪三个愿望啊 我也忘了 我只记得他第一个要变王子 哦 他第一个要逃出 他们本来困在的那个地方 是吗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变王子 哦 然后第三个愿望 他很好心的说 他要保留给他 嗯 他要让他 可以 好 然后这部当然 每一个角色都很红嘛 像是这个 精灵啊 然后莫莉公主 莫莉公主 还有这个阿拉丁 阿拉丁本身反而没有那么 对阿拉丁其实还比较不红 最红的应该是那个吧 莫莉公主 用龙肚气 龙肚气 对啊 所以他就是遭到这个 回教组组织的强烈抗议 蛤真的哦 对啊 蛤好可怜哦 嗯 尤其是因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在这个 里面一首歌的歌词里面 嗯 就把这些回教的人 说成一群 就是不喜欢你 就要看你耳朵 这种民族 哦真的哦 有吗 就是很坏这样子 哦哦哦 哦一个歌词的部分是不是 对对 就是怒怒了这些 回教组织的人 哦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片 导致后来的恐怖行动吗 还如此 就是种下了这个 导火线 对 哇 好 一个祸种 是 所以他也是一个 很红的故事 阿拉丁 然后魔坦 魔坦应该比阿拉丁本身还红啊 我也觉得 魔坦超红的啊 魔坦都比他红 哇阿拉丁好可怜哦 他应该是史上最不红的男主角吧 不知道你自己看 这个海报的比例 哎 真的耶 周精灵有多大一个 真的耶 对啊 连神灯都还蛮有多的那个啊 对啊 好可怜哦 好啦 阿拉丁 好啦就精灵比较红啊 对啊 并且阿拉丁不能满足人们的愿望 对其实 主角是阿拉丁跟那个茉莉公主 嗯 大家要记得哦 好 他们唱了一首 A whole new world 我们要跟昏台那首歌 嗯 好 下一部叫做是 哇 这一部很红耶 圣诞夜金魂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导演 Chem Burton所导的哦 对啊 而且他是算是 好像是他的 就是代表作吧 就是那个时候的代表作 天木博登 对 然后呢 他还是怎么样 这一部 他你有看过就知道 他不是一般的动画哦 他蛮 就是以他的 就他一贯风格嘛 就是黑色 喜剧嘛 我觉得没有到喜剧吧 有点诡异的一个片就对了 嗯 而且他不是平面2D的哦 哦 他是第一个3D的是吗 他是由这个 陶土的 哦 对对对 模型 把它弄出来的 对 就从他那一篇以后 很多卡通都喜欢用那个 陶土的模型 对 就从他这一篇开始 对 圣诞夜金魂 就是关于什么呢 关于 像是关于圣诞夜的故事啦 嗯 对 那个 男主角很红啊 哦 Jack嘛 Jack 对 Jack你在很多地方都看得到他 是 直到现在 就那一幕很红啊 就在他跟那个女儿 站在那个斜坡上面 有一个很大的满怨 那个 那一幕很经典 反正Jack就很突然间爆红 对 而且这一部好像 就是艺术价值 好像也还不错 嗯 虽然我不太懂 他想要 是 可能小孩子也比较看不懂啦 你就觉得 嗯 好可怕哦 然后就 红了 是 下一部是 甲风不仇记 这个我们可以跳过吧 对 你很完全没看过 就是阿拉丁里面的 坏人 坏人 派巫师 对 也是比阿拉丁还红 诶 有吗 还好吧 是哦 甲风 觉得很红吗 我记得这个人的名字 他那个鹦鹉比较红吧 对 对耶 好啦 我们来看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 好 下一部叫做是 狮子 The Lion King 好棒哦 他应该是改编字那个吧 没错吧 改编字那个啊 哈姆雷特啊 有点 就是王子做手机的感觉 那个灵感是哈姆雷特 真的很棒耶 我觉得真的很棒的一个故事 好 就是当然说 这个狮子王星巴马 对 那一开始 一开始画面就很经典了 对不对 很经典 WOW Circle of Life 那个王座啊 所有那个 动物都过来了 我这边的鸟 Lover Beach 对啊 好酷的啊 那部超红 而且他的歌我也很喜欢 我相信他一定也有得 最佳音乐这样 我们来看看 而且他说 它是第一部原创故事动画电影 好好笑 这一样还是 超哈姆雷特啊 真好笑 所以前面倒是怎么样 它每一部都是来自于 就改编别人的啊 是啊 是没错的 所以从第一部开始 才开始有点小创意 这也不太算有啊 因为还是学那个啊 哈姆雷特 是啊 这个狮子王当然也不用说啦 像是这个 这家歌曲 为什么这家歌都是一些 奇怪的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很红哈 好啦 可是不是我最喜欢的意思 好啦 算了 还有这个Circle of Life 跟 Hakuna Matata Hakuna Matata 你用什么意思吗 它是十瓦戒然语 然后它是 没问题的意思 Hakuna Matata 哇你好厉害哦 你怎么会知道 昨天才听说的 OK 好 所以当然歌也很厚哦 哦原来歌曲是有 Alton John做的咨询 当然是他唱的啊 Alton John 难怪 对 不同番范 好 这个Lion King 然后呢 你知道小时候我看到那一幕 就是他爸爸被那个 他叔叔害死的一幕 嗯 我会吓到不敢看下去 我觉得心情下来非常沉重 你知道吗 真的很害怕 哇 它给小朋友一种很 很就是强烈的震撼 窒息的感觉 对真的很恐怖耶 嗯 所以就是 然后结果习惯那个情节以后 我反而自己很喜欢反复演练那个情节 演练 对 就自己一下是那个 把那个 他爸爸推下去的那个叔叔 一下子又是被推下去的那个 被一人分尸 左脚这样子 好 还蛮有趣的啦 对 你真的说我最喜欢的一部片子 诶 狮子王就红到 他有那个音乐剧了不是吗 对啊 有音乐剧啊 白老会音乐剧 对啊 他有来过台湾吗 有有 好像有 对 没错 对 狮子王的Lion King 他好像 对 他又拍二三集 对 这又可以不用再听了 对 迪士尼有 总是有搞烂自己 之前作品的 本能 本能 对 这是一个本能 他们商业啊 他就看这个红了 就想要再拍啊 可是就会烂掉 我就烂跳啊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喜欢这样搞 真的了解 好 下一部叫做是 高飞狗 A Goofy Movie 高飞狗 高飞竟然当这个呢 主角呢 刚当主角 也是不太红 还有他的儿子 很好笑 好 那下一部 叫做是 冬中起云 好 Pocahontas 保家康蒂 对不对 他是 第一部 我觉得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 冬中起源 为什么 你觉得没有 Happy Ending 他不是Happy Ending 我忘记了 他好像是我第一部 就是在电影院 看电影没有睡着的片 不然你之前 都说都睡着吗 我之前看 摩登原始人都睡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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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玩啊 那时候很小啊 很久以前了 好辣 第一部 有印象的片 所以你大家印象很深刻吗 但是也没有很深刻啦 很不知 因为我觉得保家康蒂看起来 保家康蒂 他叫保家康蒂哦 对啊 保家康蒂 好蠢哦 看起来没有那么正 你这人看种族歧视了一点吧 很糟糕耶你 而且你自己说 就是睡眉人跟那种 就是Sinderella都是走 非常 所以我觉得 杰森的画风从这时候 才走偏啦 还好吧 我觉得 因为你想想看嘛 他就是长 印象人不都长 就是长那样吗 可是康蒂不就是长那样吗 他本来脸都刮着 脸上就变方方的啊 但是原作明都长那样啊 原作明 但你怎么不能歧视他 原作明也要长得瘦瘦的啊 好啦 好啦反正就是一个 他是为了要凸显 长得不太一样 哦 对不对 而且他就是 就是他美国的历史 但是我觉得后来就没有变好 他就维持这个画风 继续下去了 哦真的吗 对啊 然后后来 你知道后来我是看到 就是美国的历史 他就真的有这个人 对啊对啊 然后也真的有这个 John Smith 哇 所以就是一个英国男人 英国帅哥跟 英国帅哥跟 Pokahuntis之间 印第安女孩的 恋情 恋情 最后他说了啊 最后John Smith 还是回去英国了 嗯 所以他们没有 一个很缺憾的故事 他还有第二集 这第二集 不知道也没有在一起了 第二集我记得 他好像移情别脸了 真的假的 我也不知道 我们几次他到了英国之后啊 就John Smith 再也没出现过了 就另外一个男子 好多分哦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 很可笑啦 好啦反正就是一个 短暂的 瓶水相符 入水音乐 我觉得这样 比较像我们中国 你知道 古老故事 会比较有那种 缺憾的结局啊 对啊 不然迪士尼 每次都会 Happy Ending 不过让小孩子 感到世界的残酷 好 然后 歌也很红啦 然后之后 也有一点 环保的旋律在里面吧 哦是环保哦 哦对啦 就是什么树都被砍啊 那些的 烂肯烂法这样子 开发 好 再来 最后我们今天要提到的 这一部的都是 玩具总动员 Toy Story Toy Story才刚刚那个 第三部才刚刚入围 很多奥斯卡嘛 对 我不知道它 这么久以前就有 对啊 它第一部是在1995年的时候 我没想像哦 我们才五岁耶 真的才最近的事情啊 就感觉它一直跟我们很贴近 你知道吗 对啊 为什么它已经是这么久以前 因为它画起来 因为它是电脑 第一部电脑动画吧 所以都看起来还很先进 对所以感觉 比较先进一点 对 它是第一部电脑动画长片哦 还蛮不错的啦 剧情蛮有创意的 这才是他们第一个 最有创意的片吧 对对 但毕竟不是迪士尼 是Pixer 所主导的 没有错 好 他们这有得很多奖啊 对啊 得很多啊 他们有得 你看 睡家援助基本提名 他们都提名比较多耶 他们得了特殊成就奖 You got a friend in me 对 然后歌啊 或是这个 Toy Story 这很可爱的 玩具们 对不对 我相信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当然其实应该还是会重播的 所以不需要担心 这就是玩具总动人员 那我们今天的 迪士尼的历程 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那最后就来 还是给大家听一首歌吧 迪士尼歌最多了 对不对 好 可是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啊 没有在我们刚刚所介绍的 电影里面哦 尴尬了 好 没有关系 就是为下一次 做个预告吧 对啊 好 这首歌就是来自于 电影 花木兰 母烂的 I'll make a man out of you 而且是中文歌哦 南之汗 很好笑啦 去唱的 成龙 对 相信大家印象 还是很深刻 去KTV也点得到这首歌哦 真的假的 因为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我们家族去唱的时候 就有人要点这首歌 然后就点出来了 真的啊 就这样子 这首歌 其实我觉得娱乐效果 还蛮不错的啊 对 下次去 下次去KTV 我们在电吧 点这首歌 对 好 来自于花木兰 然后来自于这个 成龙所演唱的 I'll make a man out of you 当一个南之汗 南之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